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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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好 我是梁 今天是11月23号 和今天的天空 蓝白相见 好美啊 看肉肉了 来看看 这个蓝石林 永远都是这么亮的 这么好看 我的华丽风车 恢复元气了 你看 它又开始慢慢恢复 它的风采 而合并的这两颗 也长得不错 似乎适应的蛮好的 慢慢在变漂亮了 好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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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在边边 这个花都开始在抱小BB了 好美啊 好漂亮啊 这颗漂亮的圣卡洛斯 我们今天再来继续帮它掰几片叶子 让它可以长长 一个 每天掰一些 不一定每天啦 就是隔紧天掰一些 这样子它比较不会受伤那么大 好了 先掰三个就好了 再来看看 我的这个湿滑巧克力 跟巧克力风砖 这边也长了一个绿色的 绿色的叶芯 看它从旁边抱出一个小侧头来 好赞哦 叶芯 叶芯绿绿的代表生气勃勃 挺好的 巧克力风砖 而这个白牡丹 剩下一个头 展现的 它是一样灰灰白白的 再来看看这个桃之椒 这三颗 倒是长得不错 也出现小红尖尖 挺漂亮的 挺漂亮的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颗多肉植物 这一颗多肉植物是景天科 十莲花鼠的多肉 它是台湾独特培育出来的 它叫做奇幻喷泉 那为什么叫奇幻喷泉呢 就是来自于它独特的外形 它长大之后 它就是外边旧的叶子会比较长 然后呢 里面越来越短 然后那个感觉就很像喷泉喷出来 那种漂亮的样子 当初买来的时候 它有两个头 但因为旁边有一个另外一小颗 所以我仰挂了 目前剩下这一个 然后我选的盆不太好 你看所以它这边有 然后这边这样子 这样之后 长出来的喷泉会不周正 所以我想帮它换一个盆 换一个比较漂亮周正的盆 这样把它的形状控制好 来吧 换盆吧 把它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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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根还不是很发达 一样在这个盆里放一些发泡链石当酥水茶 然后加涂 这个盆里漂亮的 这个盆里漂亮的 然后因为这个盆里没有种很久 所以根才刚长出来 就不用修根了 把它摆纠正 好了 加上一些铺面水 中文的盆里 Bug Ot盆里的铺面水 こう蒸红 见面水 карус 炸 炸 炸 好了 正好了 你看用了这个盆 是不是整个颜值就提升很多 当初买这个盆 我还嫌贵的呢 不过现在物尽其用 就觉得物超所值 这个喷泉呢 你看因为在我这边阳光照射得到 你看它已经都出现红色边边了 从这样侧面看 真的是很像一朵小小的石莲花 它原来的颜色是那种 银灰色 丑丑的 然后呢 叶片如果是光照的 不太好 它就会变得比较细长 那因为你看它现在新长出来的叶片 都是短短的 而且会比较肥厚 但是它如果要让它变喷泉变比较大 我们就要让它稍微不要太多光 让它底下的叶片拉长 然后慢慢控形 让它中间的叶片变短 这样就会比较漂亮 我们等一下就把它放到比较阴凉的地方 让它扶盆 希望它可以快速成为漂亮的喷泉 好了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这么多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啰 欢迎评论点赞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